我爸爸每年夏天 一個禮拜兩天 都會在太陽出來之前出門 上午十點左右到家 手上提著滿滿的竹筍回來 至於我們看不到他的這幾個小時 他去了哪裡?做了什麼? 我實在想像不出來 我只知道每天飯桌上的竹筍 都是他帶回來的 這樣的日子超過十年 不只一次 我跟他說要去拍他挖竹筍 後來都沒個眼 他有時候看起來很期待 有時候卻說沒什麼好拍的 這一次我無論如何要上去 我爸爸做過金氏學徒 瓷磚師傅 賣女鞋 賣生前契約 賣保養品 賣清潔用品 大樓保全 現在賣房子 我實在無法想像三十年前 他們買了一棟七百多萬的房子 養三個小孩 那要多拼命? 我也無法真正體會 他父親過世後 他為了留下這片吉林山坡地 而留下的十多年的汗水 是為了什麼? 所以我是捨不捨讓他放棄掉了 不然哪有人 檳榔樹枝下還重 就是為了 為了繼承 為了繼承那個祝約 對呀 要照領 他年務體才要給我們 就是繼承 我不曉得是否真的有遺傳這件事情 我爸爸和我的爺爺奶奶 還有我沒見過的那些祖先們 他們的基因或記憶 是否曾經在我身體中作用 是否影響了我潛意識和行為模式 我在二十八二十九歲的時候 時常自己一個人騎車上來爸爸的老家 就只是看看而已 我也沒有要對一副的爺爺奶奶說什麼 也沒有什麼多餘的情緒 就只是看看他們的家 看看奶奶那幾罐成年的黑色鹽絲物 看看牆上的青苔 看看他們賣游泳圈的溪邊 看完就下山了 只是這樣而已 那晚爸爸媽媽合作煮出來的 加了黑色鹹冬瓜的竹筍雞湯 特別讓我想起 爸爸出生的山上的那個家 加油 龍砂 加油 精湯 龍子 精湯 感谢观看